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朋友龐教练 我是大家的朋友龐教练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讲一个行李拳的冲种 用种往前冲的这样一个技法 我们来一起研讨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在内加拳 行李拳中用肘打的一个发力 它的发力跟普通的泰拳 或者其他融派的肘肘是一样的 当对方用肘肘肘的时候 我们普通的一个习惯性的肘肘 是用你的胳膊去蹲 用你的胳膊去蹲 下面我们做一个试地 用你的胳膊去蹲 这个缺少神山的力量 行李拳一直讲过推根 如果他去打肘肘的话 他会用整个体重 包括不反而过人 要有一个往左右全球盖出去 要有一种整个体重把对方护过来 这样一种把对方的重心创动的 这样一种感觉 下面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打肘肘 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的重心过程 有这种感觉 要有一种把对方的 通过你的一个肘 把对方的整个体重打动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冲肘这个动作 实际上就是你的肘 往前打 往前打 这个动作广泛地存在于行李拳 钻拳 批拳 包括奥拳 横拳 批拳 这些动作 特别是马行 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冲肘的动作 冲肘 不名思义 就往前打 它如果打字到身体是一个什么 撞天的让对方放在身后 当我们产生一个冲肘的力量的时候 并不是单纯的用手去洗肘肘 或者是肘肘肘肘 它要用你整个身体往前突撞的力量 脚 运劲 穿弓 穿弓 放线 像线一样 所以叫穿心手 冲肘的时候整个体重往前 把对方直接的吹出去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力量呢 它不仅仅是通过一个爆发力 咚 打定一下 不仅仅这样 而且通过你指的体重的一个碾压 把对方指的力量 在一个施动的状态 那些肘肘打进去 相当于 那么对方挂在单帐上 产生这样的一个积攒效果 接着呢 我们来讲一下冲肘肘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应用 刚刚我 刚刚我这 用胳膊肘打击对方胸口 把他这样的一个延持 但是呢 这个延持跟普通的 那么在外界的其他流派的演示 是不一样的 那么通常在外界 其他流派的一种展示 是什么呢 然后人用平着一种脚步去站 这种状态下 你用前脚是一条直线 你这个方向平安大 然后站住 这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们所采取的呢 一种效果的演示呢 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让小伙伴站出去 稍微帮个领队 我们所采用的是 对方前后的功能力 会展示 这样他能够 撑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力量 他本身会有个 较大的抵抗力量 所以呢 这种模型到我们 打个人身体嘛 那么一瞬间 你是遇到阻地的 你还要把你的力量穿过 你就怎么办呢 就需要你什么体力 我就为什么动 所以呢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 让我们来的手出 不仅就是这个 对方会顶住 顶住 这个力量没有了 而是只可身体往里出一组 对方的力量 直纵打过去 所以这样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当对方放了拳把的时候 我们回到我们批拳 或者是 专拳的一个练习过程中 俗话说 批拳轴打 也要练出来这样的力量 虽然我们练的是拳 但是你 齐拳十次不大 手 肘 肩 胯 膝 足 头 都要用一种整体 往前批的劲 打一个前的批拳 那么不仅仅是 全往前批 整个身体 都要用往前批的劲 都要用往前批的劲 不仅仅是种 当对方撑躺之后 这样的一个架势 也不是平行战力 称重的劲 这个架势是具有很大的力量 要把体重力抛动出去 所以这样的势力呢 能够穿透解人体的 这样的力量 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双跃离接触 好 进到内部之后 他都为了一齐主 那么这时候 齐主的这一瞬间 那么如果对方定住 你冲回来 他就不会对他走 不可以来伤害 这个时候我需要一种身体的力量 那对方继续的出进去 所以这是齐拳 所谓的一个穿透进去 下面来结合一个实战的展示 来演示一下冲着 这样一个动作的效果